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万六千圈 在那边有住着一个姐姐 她叫做雅琪 雅琪和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 挤在一个堆满拼布的小房间里面生活 有一天雅琪的爸爸受了很严重的伤 他没有办法工作了 他们也没有钱满食物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雅琪和妈妈说 我看到工厂在找人哦 我可不可以不去上学去打工呢 就这样雅琪离开了学校和朋友 每天早上五点就去工作 到晚上才回家 工厂里臭气冲天 常常让她呼吸困难 头也会痛 可是她赚的钱很少很少 一家人还是吃不饱 没上学的雅琪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所以只能一直待在工厂 有一天雅琪听邻居说 世界展望会在社区开了一间补习班 她很喜欢去那边上学 雅琪很想回到学校 可是她年纪大了 很多学校都拒绝她 但是她没有放弃自己 她想当一个衣服工厂的老板 所以她决定学习怎么使用缝纫机 家里小小的房间变成她的工作室 家人就是她最好的帮手 很多人想要买雅琪做的衬衫和铜妆 她也从网路上学会用晒生纸 串出做花瓶 垫子和小袋子 在她的努力之下 家里终于买得起肉 鱼和水果 吃的也比较营养 可是后来新冠疫情爆发 工厂和商店都关起来 本来的客人没有钱买衣服 她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差 不过雅琪还是不放弃 努力地找到活下去的机会 她说 我发现外面不是买不到口罩 就是变得好贵好贵 所以我决定用很低的价格 卖我自己做的口罩 我想让每个人都买得起 如果有人没钱买 我就直接送给他们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就这样 雅琪姐姐成为大家的英雄 甚至还得到联合国的表扬哦 是不是很棒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说完了 小宝贝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在地球上遥远的另一边 有些小女孩因为家里 没有钱 没有办法上学 世界展望会的大哥哥 大姐姐们 会教她们读书 也会教她们工作的技术 让每个小女孩都能够上学 也能够工作赚钱 完成小女孩的梦想 不但能够帮助自己 也能够帮助家人 更能够帮助社区更多的人呢 好了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好好放在心上 相信有一天会实现的 时间不早了 希望你今天晚上 能够做一个甜甜的好梦 晚安